好 我们现在开始吃大餐 在莫斯科卡能吃什么呢 分页那么多 听说每道菜都会有分糖的元素 听起来就很期待的 很甜蜜的一个 好 我们开始来点菜 点几个 哇 等到这么久 我觉得是值得的 光看这个菜的品项就比较好 是的 这个沙拉开始 可以可以 没问题 炸炸炸炸炸 而且它这个好像不是皮肤 是用分糖淀粉 是吗 那我给你尝一个 能吃什么苹果呗 然后腌的一种 很多特的味道 你怎么描述呢 这是 居然是苹果吗 是铃子吧 这是铃子 这是一定是铃子 不是苹果 或者说是苹果 被通常捕腌的 像梨的味道 一定是铃子 不管了 是水果 对 我很喜欢它一点 Gordon Cheese Gordon Cheese 对 我很喜欢 然后起司 然后奶 我很喜欢 嗯 然后起司 我刚吃的这个南瓜籽很香 非常香 你尝尝尝 如果女孩子美容减肥的话 这个蛮好的 因为它有酥酸 有起司 还有坚果 这个沙拉的味道很好 它用的那杯红糖醋 所以吃起来 我第一次吃 我先没听说过很大醋 又有点醋的那种香 酸香味的 再加上这个南瓜籽的香味 非常香 它这个南瓜籽应该是炒 炒得很香 很熟的香味 所以这个沙拉味道真的很香 然后还有这个很美 这个虽然很好吃 但我觉得我还在留点肚子 因为看到其他还有很多好吃 先吃这个吧 就比我很近 我看到它好久了 这道菜算是 是不是看起来很像饺子 意大利的饺子 对应该这么说 意大利式的饺子 其实我很好奇这个是什么 他刚说是拿什么做的 给你来试一下吧 这个唯一一个给你试 有什么做的来着 有点像中国的丸子 炸丸子 总之很像 它有肉贵的味道吗 我想问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很像 country style 好像真的有一点 大的那个东西 所以吃肉贵的 有点黏糯 然后很甜 OK 好 我要尝尝饺饺子 意大利式的饺子 酱是有枫糖 枫糖条的这个酱 哇 吃不下去了 这个馅儿也很甜 你有看过我之前的节目吗 我又要想说那句 我经典的猜词 说吧 你给我下去 感觉像走在 烹素林里面那种感觉 是分在大草莲当中 我在桃的林里面 三四月份的分数 因为三四月份是 它要在那个树叶长满之前 就要割那个树 去取那个芬糖 这样是最好的 它里面是什么 馅 这馅很好吃 里面是南瓜吗 给大家看一下 意大利式的饺子 然后里面包的馅是南瓜 我觉得是南瓜 很甜 然后很cream的那种感觉 你先介绍 其实很多中国人 他们会说有中国味 然后对西山不太能接受 主要一个不太能接受的点 就是觉得太cream 太甜 但是这个不会 其实 因为之前说是一个加拿大特色的 因为我对加拿大菜 一直觉得 好像 没有太亮眼的地方 但是今天的点睛之笔 就是这个分堂主题 是 突然觉得好像给他们租住了一个新的灵魂 哇 整个活起来了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的观众有大陆的朋友 还有他们长得很聊 嗯嗯嗯 还有台湾人 然后他们 如果你们以后来留学来移民的话 对吧 来加拿大 很推荐这里 一定要尝什么 枫叶之国的枫糖浆 这个非常好 这菜都是枫糖的元素 然后它的味道意思就很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南瓜汤 南瓜汤 吃吧 跟大家说你们刚才看我们拍的特写 比看上去的要浓稠很多 嗯 已经不像汤那样了 已经感觉像是布丁的那种稠度了 已经的 扩生架实的好吃 它里面会有很多料 你看我发现了核桃 坚果核桃 我发现了核桃 我们把这个南瓜汤吃成豆捞的感觉 嗯嗯嗯 它有很多料 所以就会很香 有一种南瓜泥的感觉 嗯嗯嗯是 对这已经不叫南瓜汤了 料足的南瓜泥 太足了 已经到南瓜泥了 对 好像也是有一股肉桂的香味 其实我很喜欢吃肉桂 难怪 所以总是吃肉桂的香 我觉得加拿大人也蛮喜欢吃肉桂的 比较健康低热量的情况下 又给了你足够的 味道又很好 对 味道又很好 好 然后上给 浅仓 这个只不能吃太多 你选一个主吃的 牛肉吧 牛肉吧 我就不应该让你选 因为我还想吃这个 哈哈哈 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吃过 它是什么呢 实际上 这个是加拿大的红菜头 就是号称叫甜菜 因为加拿大有些都下雪了 很多那个除雪剂是用甜菜汁去做的 这个东西还浑身是薄的一个素材 蛮好的 营养价值很高 造型也是蛮好看的 哇 下面这个是 还有 这像是 这是什么 这个是烤的鸡胸肉 这蛮健康的 就是那种白肉 然后红菜头 我刚刚说过了 非常好 然后菠菜 这个是土豆 是那种小土豆 哦 这个应该是一个肉饼 肉饼 对 对啊 藏在这个鸡胸肉下面的一块肉饼 更好吃是吧 对啊 我还没有吃 我不知道 我只是突然让我很惊艳 我觉得这个肉饼 尝尝鸡肉 它是鸡胸肉里面还放好东西 对 它是把鸡胸肉破开 里面塞了东西再去烤的 是的 所以很被我动天 大家猜一下 对的 很不太一样 我刚就说我刚来的时候 我不太能接受这种 纯的鸡胸肉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 比较喜欢吃鸡腿之类的 就是红肉 没错 但其实在加拿大住久了以后 我觉得其实习惯了 而且白肉更健康 对 白肉更健康 疯狂 它里面夹的这个 就是我刚说很好吃的 下面这个肉饼 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夹在肉里面 那一部分 它因为在肉里面 所以它烤的会更嫩一点 然后外面那个会更老一点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很惊艳的 我就是它里面 夹的这个东西 这个肉香味很重 这样吗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这个肉香味 特别有情境 就吃着这个菜 然后也非常有情境 关键是它怀念很好 你看着这种一万无地的森林 等到秋天的话一片红色 你再吃的时候你就会 对呀 秋天一片红色 真很嫩 会有代入感 对于我一个不喜欢吃鸡腿肉的人 来说 它做的非常成功 因为我看是口味很重的 嗯 我不会觉得它淡 看一下这个盆切面 这个其实看上去 就会觉得很好吃 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啊 真的是很嫩 真的是很嫩 OK 你尝一下 怎么样这个牛肉 嗯 为什么它的面比较难嚼 但吃到中间确实又很嫩 因为它 就是因为它是半成熟啊 它里面很嫩 它就很好嚼啊 它的面就是有点焦香的那种感觉 对的 我现在只想吃 土豆泥试一下 它这里面应该拌了什么不同的东西 很浓郁的香味 好 我来试一下你这个牛肉吧 嗯 你实在忍不住了 它下面是不是有 有那个刚才的那个肉饼啊 没有肉饼 没有 应该是不会 应该是不会 肉饼差不多 我 我懂你的感受了 嗯 一口咬下去让我事成相识 在加拿大度过一段时间的人 一定参加过加拿大的乐牌节 RAP Festival 它那个乐牌节就烤那个猪排骨 刷那种酱 一口咬下去会有很浓郁的那个 烤乐牌那种炭火烤加糖的焦香的味道 然后里面就是 有很嫩 法餐啊意大利餐那种牛排那种半成熟的牛排 嗯 我不知道这算是创新还是算是传统呢 嗯 在多种地方或者温哥华这些地方生活 太多元化了 中餐寒餐什么都有 忽略掉了你身边的加拿大菜 很多人你问他有没有吃过加拿大风味的 他可能没吃过 我觉得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是加拿大的 对我们来讲 突然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了 这就是加拿大特色的 这是传统的加拿大的一个做法 哇 这两个就是厉害了 硬菜 不是说有一个厨师是当着我们面 在后面拿一个喷枪 现做的 我一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因为我喜欢培根 你来 有培根的你来 直接上手了 直接上手 这个你解决 我尝尝 这个 我本来以为是软的 结果它是硬的 我比较喜欢吃甜品 我多吃点这个甜品 好 我从这边来 哇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没有 很脆的 很脆的 就是一个很熟悉的味道 我跟你讲 就我上个礼拜去沃太华 在沃德广场 吃加拿大很著名的 就是分糖 搅拌的糖 就是上面这个糖 就是这个味道 这是加拿大的 分糖 这个味道 是隔两个礼拜又吃这个味道 加拿大的银水 倒菜的 它上面这个东西 我刚刚他从那边拿过来的时候 我看 我也在上面铺了个鸡蛋 但现在静看了以后呢 有点像那个 Cappuccino上面 咖啡上面那一层 啪啪大脸 我在那边 哇很牛皮的跟大家 又是Cappuccino又是鸡蛋 这就是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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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才因为时间久了 有点辣 辣 有点辣 哇 怎么会辣吃甜品吃的 你是只吃了这个 不是有点辣 是很辣 很辣 我怎么会是辣的呢 我以为它是甜品 怎么是辣的 我尝尝这个 我看看中间 真的蛮辣的 而且不是那种辣椒的 有点类似于胡椒的辣 它这个上面有撒了一些 像是胡椒一样的东西 不是辣椒 因为舌尖没有感觉到 它这个是像那种千层饼一样的 像 噢 今天脑的不太好 像那个苏式的月饼的皮 Tim Hortons 有些时候 在那个也是分叶最好的时节 他会推出一道菜 叫Spicy的Pumpkin的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这可能是加拿大本地的一道 比较传统的一个风味 就是南瓜加分糖 加一些辣味在里面 对 好了 基本上今天菜色 我们尝了 私下来是这样的 我觉得总体水泥是 都是在我预期之上 然后都非常满意的这种 让我经验的就是这个 这个鸡胸脯里面塞的这个 是 因为我比较喜欢有些特点的东西 我这个角度看得特别清楚 它光是这个做法 光是这个想法 我就觉得 哇是怎么能想得到 这个人这么聪明呢 是的 所以综合下来 我们今天几道菜 就是调味都很 调味都很特别 很特别 很特别 也体现了我们最开始 跟大家说的 登堂主题的 一个菜肴